1940年4月13日,上海,在击毙勾结日寇的汉奸,公共租界巡捕防帮办残上梁后,军统上海区行动队员吴本德,被闻讯赶来的日本宪兵和汪伟警察层层包围,面对围剿,吴本德先用手枪挽强抗击。 在打光子弹后,吴本德动声大呼说,我已收购本钱,对而被汉奸走狗,苏父何畏?说完,他操起身边一根木棍,拼命冲向日寇,最终被日军疯狂为舍牺牲。 这是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又一名在执行特别任务中,壮烈殉国的军统战士,整个八年抗战期间,像他一样为国牺牲的军统战士,一共有一万八千多人。 军统,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个脱胎于1931年国民党兰衣设的组织,正式转型成立于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在教科书描述中,这是一个所谓到处屠杀革命群众的反动组织,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其实才是抗战的对敌暗战中真正的主力军。 暗战上海,铁血除奸,1938年7月7日,这是上海沦陷的第八个月,同时也是全面抗战爆发一周年纪念日。 在上海沦陷区的华界,多家日本沙场,日本海军兵营,日军哨所,以及日资的证金银行,纷纷遭到都不明身份人士的开枪和爆破袭击。 30多名日本哨兵、宪兵被杀,而在上海北火车站、外白渡桥、外滩等公共区域,意外多万份抗日船呆如雪片般到处飞散,莫名其妙的日军狼狈之急。 而他们所痛恨的匪徒,正是由军统所率领指挥的15支小分队,自上海沦陷以来,1000多名军统人员潜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等区域,不断地出动袭击日军和汉奸匪徒,扰得日为胆战心惊。 当时的上海,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坐拥着350多万人口,尽管华界已经沦陷,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然独立。 一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两个租界地区的孤岛上海,仍然有大量的军统战士,潜伏在这里与敌周旋作战。 上海沦陷期间,1000多位军统特工潜伏在这里对抗日伟敌扣,就在上海沦陷前,1937年8月,军统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只是属下说,军统在抗战中的主要任务,是要,使敌不安枕同时在国际间表现出我中华民族断飞弱者,绝不屈服也。 其间,他却是始终坚持作战到底的主战派,而对于抗战爆发后,汉奸横行通敌迈国频发的情况,戴笠更是指示,国难严重弱此,而汉奸又如此横行,飞流血无意表现大中华民族杀敌除奸之精神,被描划为魔头的戴笠。 在抗战中,坚决抗击日寇,敌后破坏和除奸,是军统在上海暗战的重要任务。 1939年2月19日,农历大年初一,韦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璐,从南京赶奔回到上海于原路家中过年,正当他正在家中与钱主丹麦公使罗文干夫妇欢笑聊天时,突然,两个身穿卫士制服的年轻人闯了进来。 他们,是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刘歌青,和另外一名军统战士徐国琪,而陈璐驾门口的保镖,此时已被其他军统战士制服,见到陌生人突然强闯进来。 陈璐正要发怒,徐国琪却甩手就是一枪,没想到子弹擦着陈璐的耳朵飞了过去,见识不好,陈璐赶紧顺势滚到一旁,客厅一片喧哗大乱,刘歌青迅速冲上前去, 对准陈璐的头部连开两枪,当场将其击毙。 随后,刘歌青对爬伏在地上惊恐未定的人,大吼着说,没有你们的事,我们只杀汉奸。 说后,他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扔在陈璐的尸体上,直接上面写着, 抗日必胜,建国必成,除密奸贼,永保华夏,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落款为中国青年铁血军匪后,陈璐的其他保镖陆续赶来,刘歌青等人且战且退,最终全身而退,而刺杀陈璐,也震动了整个委维新政府和上海滩。 第二天,上海有的报纸刊载了新闻,铁血军破门而入,委外长及登轨们。 委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璐,被军统特工当场刺杀,铁血除奸,是整个抗战期间,军统战士们不为牺牲,前赴后继的重要任务。 在代理的指挥下,8年抗战期间,军统供刺杀汉奸,日扣要人共515次,其中仅从1937年至1941年,就在上海供执行,刺杀案战任务150多次,并先后杀死了委外交部部长陈璐, 投靠日扣的黑帮头目,为和平促进会首要张笑领,为上海市市长傅小安,前后供制裁大小汉奸一百多名,使得敌人为之,闻风丧胆,隔山日扣,占步鬼子,军统在上海的抗战任务,为避免殃及普通平民和刺激日扣, 起初以革命破坏,宣传,以及刺杀汉奸,探取情报为主,但随着抗战的推进,直接隔山日扣,也成了军统的重要任务,为了打击日军时期,1940年,军统上海区拟定了一份监敌计划,计划主要包括三点, 一,是以身着军服的三个日本现役军人为格杀对象,不论其军阶高低,官职大小,无需事先奉准或报备,得手便当场干掉, 二,执行地点,是以日军占领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违宪,以尽量减少刺激租借当局, 三,尽可能避免殃及中国居民安全,上海沦陷后,当时日本军人骄横跋扈, 势力甚至不断渗透进入奉行中立的租界地区,在此情况下,军统特工们针对日寇的当街军杀计划开始执行, 1940年9月29日,军统上海区第三行动大队叫安华部,在上海武昌路路口,将日军陆军少佐机部方位当街击毙, 9月30日,军统特工又在沪西镇宁路,刺杀了时任驻沪西县兵分队务长佐藤钦一, 11月14日,日军陆军大卫石乔信也在上海鸿口区海宁路被毙, 1941年6月17日,军统特工们,又当街狙杀了大肆捕杀抗战意识的上海公共租界公布局警务副总监, 日本人赤木轻之,军统在上海隔杀日军,使得日本人惶惶不可终日, 在坚敌计划的指导下,军统上海区从1940年9月下旬开始,至1941年10月下旬为止, 在14个月时间里,前后共军杀日本军人50余次,杀死40多人,避伤20多人, 合计杀死杀伤日军官兵60多人。 在当时,这种针对日本军人不分军皆高低,官职大小,格杀无论的计划, 在当时的确震撼了上海地区的日本驻军,穿制服的日本军人绝不敢单独一个人在路上行走, 横眉怒目,擅闯民宅的事很少发生了。 当时上海租界地区的英文报纸报道说, 1941年,日本兵在自己的地盘也变得成黄成孔了起来, 鸿口被他们渗透得如此厉害,已知日的士兵和水手不再敢在这一地区活动, 除非两个以上的人结伴而醒,由于最近遭到中国特工成功的袭击, 连值班的岗哨也变得害怕恐怖,秘密策反,伪军与周佛海, 这种杀衣警百,震慑敌伪的除奸计划,和针对日扣的当街格杀, 也使得汉奸和日扣中日惶恐不已。 1940年10月10日,为上海市长傅晓安被军同策划杀死后, 大汉奸汪伟政府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 就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武师为电话惊醒,市群报告上海市长傅晓安为其跟随施余年之, 国总用府赐死,人心难测,为之心寒。 上海自1937年底沦陷后,尽管汉奸层出不穷, 但针对他们的暗杀也一直持续不断, 以致为组织傀儡,一再被杀。 上海郊外所租伟市府, 大小委员应莫不心惊赞列伟财政局长周佑常, 为土地局长范永曾, 均非常拒虑, 连日秘密记忆对策, 决施行种种防范方法。 大学生出身, 却投笔从荣的军统传奇刺客刘歌青, 为了防范军统特工的暗杀, 汉奸们一面请求增派少兵围警保护, 另一方面有的人又自行顾请保镖护卫, 而很多人也意识到卖国当汉奸是一种高危行为, 因此即使做, 也不再敢明目张胆, 而是偷偷摸摸, 当时秘密支持抗战的上海青帮成员万莫林就回忆说, 大规模除奸开始后, 汉奸们开始销声匿迹, 严密防范了, 但凡还有几个造孽钱的, 纷纷尺子雇佣保镖, 来壮壮他们的胆子, 使黄埔摊上丧心病狂, 任贼作妇的大小汉奸全都吓破了胆, 自此他们由飞扬浮躁, 罚护嚣张, 一变而为鬼鬼祟祟的缩头乌龟, 而在军统的震慑和策反下, 伪军内部也在不断分化, 据统计, 至1943年, 经军统局策反公开起义的伪军 共计近10万人, 合计8年抗战, 经军统策反待机起义的伪军, 共计97起, 70次万余人, 54万余枪, 在上海地区, 最大的策反成果, 便是汪伟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中央储备银行总裁, 行政院副院长, 上海市长周佛海的暗中投诚, 大汉奸周佛海在抗战后期, 开始与军统合作, 1943年, 看到日口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溃败, 以及在军统的震慑策板下, 周佛海开始加入军统, 秘密为国民政府服务, 当时, 军统的地下电台, 甚至直接秘密进入周佛海本人, 和其七弟杨兴华的私宅进行工作, 周佛海则提供有关汪伟政权的军事、 经济情报, 以及日本与东北的政治情报给予国民政府, 另一方面, 周佛海还暗中推荐军统局的谍报人员, 进入汪伟政权内部刺探情报, 以及联络控制以及受策反的伪军部队, 正是得益于军统的破坏、暗杀、震慑以及成功策反, 因此在整个抗战时期, 上海乃至全国的汪伟人员, 无不提心吊胆整日战战兢兢, 对此军统特工们实在功不可没, 对战76号, 但军统战士们的秘密行动, 也遭到了来自日控和汪伟政府的疯狂反扑, 为了应对军统特工的形容, 1939年9月, 汪伟的特务机构,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在上海成立, 76号的特工总部主任为丁莫村, 副主任为李世群, 两个人早先都曾是共产党党员, 后来叛投国民党, 抗战期间, 两个人又叛国投靠日文, 在此前的国民党特工系统中, 丁莫村是与戴笠, 徐甘曾齐名的老牌特工, 而李世群则是76号的实际控制人, 当时, 清华日军每月特拨日元30万作为76号活动经费, 并一次性拨给76号500条枪, 5万发子弹和其他军事设备使用, 在丁莫村, 李世群指使下, 76号成立后, 开始大肆捕杀抗战军民, 仅在1939年至1943年不足四年时间内, 76号就制造了3000多起迫害军统战事和抗战, 军民的血案, 对此, 军统与之进行了殊死搏斗, 但1941年底, 由于军统上海主要负责人成功术被捕和叛国泄命, 军统上海区被76号全面破坏, 1000多位上海军统特工或被捕, 被杀, 逃跑, 以至军统在上海几乎全军覆没, 在这种残酷打击下, 戴笠和军统也誓死不屈, 与76号和日寇, 汪伟继续进行中选抗战, 1942年1月14日, 正值农历除夕, 戴笠就指挥军统旗下的中义, 救国军进入上海, 在上海市内50个地方同时点火制造爆炸, 并组织爆破金户铁路和护航铁路, 同时组织100多人携带手榴弹和爆竹, 袭击日军驻护锡的炮兵大队等军事目标, 当时, 全是到处是火头, 到处是枪声, 到处是爆炸声, 铁路也被炸断了, 炮兵队也被袭击了, 敌人惊慌失措, 不知道该怎样应付, 许多日本人以为大祸临头, 吓得不敢住在家里, 到处乱窜, 1943年9月, 戴笠通过已经被策反的周佛海, 周佛海又连同跟李氏群向来不合的 日本华中县兵司令部, 特科科长冈村邵佐, 设计毒杀了76号的实际控制人李氏群, 为军统铲除了一大害, 此后, 76号由于内部争权夺利, 逐渐趋于瓦尔姐, 军统设反建计, 利用日本人毒杀李氏群, 而军统的特工们则继续顽强抗击日军和汪伟政府, 仅1944年7月27日, 军统浦东行动队就协助袭击了南京近郊丁霞桥机场, 并炸毁两架日军轰炸机和六辆卡车, 以及300为300放重的大炸弹, 18000多人牺牲逊国, 军统特工们前赴后继的对日作战, 也使其伤亡惨重, 据原军统总务处长审最介绍, 1945年抗战胜利后, 军统局内部仅有编制的成员45000多人中, 就有18000多人牺牲殉国, 战损率达40%, 也就是说, 平均每100位军统策攻中, 就有40个人为驱除日寇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在上海前后八年的正面保卫战和后来的暗战中, 加上军统侠下的忠义救国军, 整个军统仅在上海地区的牺牲人员, 就达到了3000多人, 在这些牺牲的壮士们中, 有在1937年的松户会战中, 以普通装备, 奋勇抗击日军的军统旗下的忠义救国军, 也有一千多位在上海沦陷后, 在与日扩和日委暗战中不屈牺牲的特工, 残害共产党员和迫害进步人士的罪行不可洗刷, 但在驱除达鲁, 恢复中华的民族斗争中做出的牺牲应当被认可。